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北市的气温现在到了35度的高温 东半部地区因为云量多 所以在30度 南部地区现在是多云时阴的天气 所以是在32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 台湾上空刚好在高气压的边缘的关系 可是你可以注意南风上来带了点水气进来 带进来的水气最重要的来源就在于 南海这边有一根小的低压 而这低压不会发展 有些人都说会发 不会发 因为它未来会往香港的方向移动 但整个水气在上来的过程当中 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会使得我们的南台湾 东台湾地区 早晚就有些局部性的短暂雨 尤其在周休假期吹着南风上来的时候 早晚一点点降雨会在恒春半岛 台东跟花莲地区还有高平的山区 所以你在这个中南部地区旅游活动的时候 尤其是南台湾早晚就会注意到 一点降雨的状况 好处是什么 高温会略降一点 但缺点的话是山区就容易有误的状况 这个低压系统未来会朝着香港的方向移动 进入香港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台湾附近的高空厂 仍然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范围之内 目前看来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到未来两个礼拜呢 高期压的势力依然是比较偏强 所以炎炎夏日最热的时间 就是在这七月份的时候 户外活动小心别中暑了 这两天许多同学考完试 开始出去玩就要注意了 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小的低压系统呢 已经逐渐的接近到香港南方的海面 未来会往香港跟海南岛的广东到广西之间 逐渐进入 强度会再减弱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南方上来的水汽就使得我们在周休假期有点短暂 但到了下个礼拜呢 都是天气晴朗 因为最重要就在这个高压势力的影响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状况算舒适 白天的温度是闷热 王真宇呢 在北部地区会有出现 中部地区也有五号阵 山区要注意哦 下午会有一些局部雾的状况 但南台湾的降雨状况 最主要在恒川半岛有 东半部也是早晚有点地形的降雨 而外岛地区的话在中午是偏热 提醒你啊 下午山区有雾 行车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